也不太知道路 你看我們說話 我沒聊 我沒聊 說你沒聊跟你睡著 沒有 沒有前面都錄下來了 那你們兩位有曾經就是 中間空檔比較長 沒有接戲的嗎 有 我那時候不是不演 是沒人找我演 然後後來就休息 就只好去上班 去一個基金會上班 就是老人基金會 他們收留了很多 就孤獨老人 我可以分享一個很神奇的事喔 那時候我們要去訪評 因為我們必須去看每一戶 家裡很窮的人 我就說師姑我剛學會開車 我也不太知道路 你看我們說話 我沒聊 我沒聊 說你沒聊跟你睡著 沒有 沒有前面都錄下來了 剛開有沒有路 有 有 三假金耶 我就說那我不知道路怎麼辦 他就拿了一尊菩薩 大概這麼大尊 他說放在車子前面 就是我們 他會給你導航喔 他會導航 他說沒關係 菩薩就帶我們去 我心裡想說蛤 菩薩怎麼帶我去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有什麼Google 然後我就想說好那沒關係 我就先開到太平市太平鄉 我再下去問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沒有住址 他是樣品屋被拆掉丟在西邊 那戶人家住在那裡 他是一對夫妻一個生了七個小孩 我一進太平我就停車 我就看到一個Saven 我就要進去問了 我要過去的時候 就有一台摩托車靠近我 我想說啊那就問這個阿伯好了 我就說欸阿伯阿伯不好意思 請問你知道有一個人 我就形容給他聽 相片屋阿什麼什麼這樣子 他說蛤 你要幹什麼 我們沒有沒有 我們要來給他補助的 他說這樣子 那我帶你們去好了 他就很好心的帶我們到那裡 哇那真的沒有人帶是找不到的 好啦就到了 就非常感謝他 欸怎麼覺得他 好像跟那家很熟 他竟然是那個 太太的爸爸 他的女兒嫁給這個老榮民 是喔 所以他是七個小孩的阿公 對 哇 你說 這是不是菩薩帶我們去的 是 妙不妙 怎麼都太巧了吧 太神奇了 對 去去我去走 不要跳舞喔 去吧 你不要一直跟著我啦 沒了沒了再見再見再見 你被被非禮了嗎 對 他一直是 可麗姐被非禮了 他想要搶我的食物 啊 搶我的食物 他就是剛文寶的那個 對 對 什麼叫什麼 水豬啊 水豚 卡皮巴拉 卡皮巴拉 好可愛喔 卡皮巴拉有首歌啊 卡皮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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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吃什麼 我聽的是 卡皮巴拉 可 Italia 卡皮巴拉 卡皮巴拉 yea 你是花甲之年 正青春 我是少年 正得意 走 跟著我們去旅行 按鍵訂閱加小小鈴鐺 行程招呼你的向日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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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く sou petty 在那裡